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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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显得特别的萌 特别的可爱 很符合女孩子的审美 而且很多人觉得 说这辆车跟mini跟甲壳虫的感觉都很像 确实走的是一种风格 而且前段时间不是刚刚曝光了mini纯电板的叠照吗 大家都觉得它跟欧拉好猫很像 也确实因为长城跟mini合作去做了mini的纯电板 毕竟是相同的基因 所以相似度高也是挺有可原的 还有就是有朋友觉得这个灯 特别特别像保时捷的灯 也确实长城把保时捷的前设计师给挖过来了 那设计师和灯之间有什么关系 大家就可以自己思考一下了 小姐姐们都知道 我们在口红色号的选择上非常的多 比如说一个红色就有百八十种可以去选 但是对于车身颜色呢 之前的选择其实还挺局限的 但是欧拉好猫给你提供了很多很多的配色 非常的丰富可以让你去选择 满足了女性对于色彩的需求 像纯色的话 什么红的白的黄的黑的等等等等 都可以选 而且如果你不喜欢纯色 你还可以去选择拼色的搭配 搭配的样式多达二十多种 而且呢 最近三月八号也是新增了三款新的配色 莫兰迪色系的 让这种不喜欢高饱和度颜色的小姐姐 有了新的选择 好猫的整体内饰呢 我觉得可以用复古且现代来形容 复古呢就是体现在它整体的内饰风格 你看它的配色 像我们今天拿的这个是棕色配米色的 就很有那种英伦范的感觉 那还有绿色配米色 还有红色配米色 黑色的啊等等 都可以选择 那另外呢一些小细节也体现了这种复古的特点 像这种门板上的菱形缝线 还有这种中控台上你手摸上去翻毛皮的这种材质 以及横向贯穿的这个空调出风口 还有这一块空调按键的区域 说到空调按键这个区域啊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块的设计 一个是它的你看用料材质 然后包括它的造型都非常的精致复古 有种mini的感觉 这种这个风琴式的按键也非常的别致 那另外呢就是它的功能分区非常的简洁明了 就女生开车就是这样的需求 你不要堆太多的功能在这儿 但是你把我该用的几个给我放在这儿 然后能让我一下子就用到这就好了 另外一个呢就是现代 它体现在呢各种配置上 像女生开车还是比较需要有这种舒适性配置 像座椅加热啊 座椅按摩呀 然后包括一些科技配置像这个大连屏 然后包括这种比较好用的车机系统 以及一些驾驶辅助配置 全速ACC啊 车道居中保持啊 包括自动泊车啊 这些女生都是还挺需要的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它的车机系统 它也是用的咖啡生态的 整个的功能还是比较丰富的 跟长城的别的车的感觉都很像 然后色彩搭配也是比较符合小姐姐的需求的 像这里面呢 像你互联呀 包括智能的家居 然后还有各种娱乐的功能都是具备的 而且大家看到这个摄像头了没有 它也是有人脸识别呀 情绪监测呀 疲劳监测等等这些功能的 所以还是挺贴心挺人性化的 那另外呢 好猫还是给你配了电源键的 它就类似于这个燃油车的启动键 比较符合咱们平常开油车的这种驾驶习惯 当然啦 如果你觉得麻烦不想按的话 也可以直接下车 关门 送车 送人 它一样可以给你自动断电 有觉得对于一个女生买车来说 就是觉得好开 顺手 然后我觉得上车也很容易 颜值也够 非常高 那我就选择了它 我们今天拿的这个版本是一个顶配的 也就是波赛东版本的 它这个起名非常有意思 就是500公里续航那两个版本 用的是男性神话人物的名字 那400公里续航那三个版本 用的是女性神话人物的名字 就很好区分 用性别去给它区分开了 这次呢 好猫还增加了三款新的车型 就是原来400公里续航的那个版本 是磷酸铁锂电池的 现在又增加了三元锂电池的版本 像这两款电池呢 其实现在在技术上都比较成熟了 我觉得有的选总比没的选好 咱们来说一下它的数据部分 它最大功率是105千瓦 峰制扭矩是210牛米 电池的容量呢是59.1千瓦式 续航里程是501公里 这台车上手还是非常容易开的 就是它的电动踏板跟制动踏板 调节的都是属于比较温和的那种 你不会踩下去之后 它会给你一个非常突兀的力 然后它是慢慢给你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女生来说 比较友好的 那它的驾驶模式呢 一共分为五种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按钮 是可以调节运动 经济 自适应 以及标准模式的 另外呢 还有一个模式就是超级省电模式 它是在车机里面调的 你打开那个之后呢 就是在比较极限的情况下 你就会缓解你绣航焦虑的问题嘛 但是打开这个之后呢 像空调啊什么这些比较费电的就不能开了 之前呢我们也听到很多车主的声音 觉得这个车提回去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续航焦虑的问题 觉得这个电池的自然损耗还是挺高的 那今天我们也大概看了一下 我们今天天气是24度 然后车上坐了两个人 全程都是在开空调的路况呢 基本上都是城市道路 然后驾驶模式都是以这个标准模式来进行的 然后走的时候呢 我们是484的续航 然后现在是418的续航 但是小机里程上我们只跑了43.2公里 就是相当于掉了66公里的续航 但是我们却只跑了这个43.2公里 它还是有一定的自然损耗的 如果气温更低的情况下呢 可能它的自然损耗会更大 这点就挺令人头疼了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很短暂的试驾 而且工况方面也挺完美的 所以只能提供一个大概的参考 那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想长时间来测一下它的续航 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车跟宠物给我的感觉特别的像 就是你觉得可能是你单向选择了它们 但是实际上在你做出决定的那一刻起 你们就被绑定在了一起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的车会出见 我是静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